戚策乐谈颁奖典礼 我最喜爱男歌手竞争激烈 但其实我最喜爱女歌手的入围名单 同样备受关注 承认了一段时间的郑欣怡 虽然今年正了 但一批粉丝依然非常支持她 最新公布的五强名单 Joyce都有入围 而在七强止步的Gigi 言明熙 日前出席活动时 就说自己没有拉票 一直只是平常心 但求做好自己 粉丝就好像很紧张你的成绩 他们一直好像我最好的朋友 或者最好的家人 就一直很担心我的状况 然后我自己又好像很顺其自然 就好像那种有句话叫做 我不是指自己是皇帝 就是那个句子形容的是 皇帝不急太減急的道理 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好自己 然后令到他们不要失望 其实之前一天是和胡鸿军 出席电台广播剧宣传活动 在圈中 Hilbert绝对可以称得上是Gigi的前辈 原来这也不止 他也是Gigi的大学师兄 我很好奇想知道他有没有上学的 因为我那时候读大学 Ear One之后就参加比赛了 我的确是两面是很难去参加平衡的 我都不瞒大家 那时候可能都常常上不了课 所以我都 其实在他 因为他也是Polly 算是我的师妹 所以当他跟大家分享 他进了Polly的时候 我都有发过短信跟他说 希望你可以上到课 因为有时都是很心不由己 所以我比我好奇 不过他刚刚也有说 他接下来要考试 所以希望他可以加油 因为通常大学的Ear One 第一个社会 都是这些人叫做Honey Moon的时间 希望他可以在工作 和大学的生意里面 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活动上 Hilbert和知心DJ余健明 在五仲恒的伴奏下 献唱余健明当年前 和黄海琴合唱的歌 刚刚踏入50岁的Harry 搞了个入午生日会 狂欢一番 玩完这晚 Harry也是时候要修心酿性 好好为未来的婚礼做准备 因为我今年1月6号求婚 那我也是下年的1月6号 摆酒 也是1月6号 是 场地那些都定了 场地都定了 是 可不可以说 透露是怎样的一个场地 是一个可以有很多人 来开派对的一个场地 到时都会请你 可能圈中很多好朋友 很多好朋友 就是会来开派对这样玩 就当作做秀 那你自己需要不需要 准备一些特别的惊喜 我的惊喜就是我会 拿一拿一套腹肌 尽量 这就漂亮 因为要穿得下那些衣服 都要努力做运动 是的 除了新凉智之外 你都要 我当然要 因为那些衣服 穿不下就不知道怎么办 看起来 这一切都要 我真的要 带着那些东西 都要 都要